大家好,欢迎来到下雪道,我是希哥 希哥之前就有收到观众投稿的灵异事件 最近好不容易整理一些简单要分享的 是来自网友提先生的投稿 因为是十几年前,所以我们就要提同学吧 接下来,我会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叙述 大概是快要十年以前吧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那时候大学生都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 特别是联益性质的社团 那时候大家从考大学压力解放出来 又还不用马上面对出社会的迷惘 所以社团也玩得特别疯 那年我们刚记得社团干部 第一个活动就是要帮学长姐办送救 根据他们社团的传统 送救就是要在学校以外的地方办个两天一夜的活动 学长姐还特别要求要夜游 于是活动期间就定在暑假的第一个礼拜 因为大学生的暑假比国高中生早一点点 所以那时候游客比较少 场地也比较好瞧 我们选定了救国团青年活动中心作为活动地点 那家在山里蛮偏僻的 所以交通不是很方便 我们决定打电话预定房间跟场地 其他的就提早一天上山到那里再决定 想想,哼,我们也是蛮随便的 时间来到活动前一天 副社长开着家里的乡行车在道具上去 其他人就骑摩托车上山 虽然是略略多了 但山上的天气还算凉爽 因为第一次办活动的关系 又是陌生的环境 加上一开始大家都想得太简单 所以整个场刊跟布置的流程大delay 等到要去确认晚上夜游的场地时 天边只剩下薄薄的微光 而且大家都还没有吃晚餐 肚子超饿 社长看来看天色 决定让大家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一个小时之后 带着锁电筒在活动中心的大厅集合 等我们都集合完毕 天已经完全黑了 而这几天 新年活动中心好像也没有其他游客住宿 大厅空荡荡的 虽然周边都有照明 但看起来特别寂寥 有几个穿着员工制服的大哥在门口抽烟 他们想要阻止我们 根据大哥们的说法 这边台阳下山之后 好像不安全 不过 我们早就预料到有这些状况 要办这种活动 我们也是有大概做一些功课 所以社长交代了一些夜游的禁忌之后 带我们到大门外 夜游活动负责人拿出了箱 带着我们拜拜 大哥们本来还想说点什么 但看我们蛮坚持的 器材准备也蛮齐全 人员又多 所以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最后我们还是出发了 我们两个两个一排 一个男生搭配一个女生 不是我要说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觉得很爽 但现在 看着外面一团漆黑 稀稀疏疏的照明设备 我觉得 根本不适合晚上活动 而且搭配着现象的味道 整个气氛突然就隐身诡许了起来 活动负责人带头 我跟我的搭档 排在第四组 我设长因为胆大 心细又很壮 所以在最后压队 大哥他们说的没错 这里晚上几乎没有路灯 也没有游客会在外面 活动负责人一边就在活动六圈 一方面提醒大家 哪个地方要有人埋伏 哪个地方要安排什么道具之类的 注意事项 接着我们经过了一个停车场 按照路线的设计 我们应该要穿越停车场 到对面的公共厕所后面 那里是最后一关 要在那里拿到信物才可以折返 但领队的人突然决定 先在外围查看 停车场跟我们当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而且都没有车 我搭档突然拿地图给我看 这条路好像不太对 他指的地图 地图上只有标识一个停车场 应该就是眼前这个没错 但问题是 我们的车呢 前面的人停了下来 整个队伍停了下来 我们站在原地 交换了一个不暗的眼神 只听得到风沙沙的 吹过旁边阴暗的森林 排在第三组的两人 直直转了过来 哑低声音说 现在整个身体向后转 不要回头 请社长远路带大家回去 传下去 看着前面的人一脸紧张严肃 我们也不敢多问什么 照着把话传下去 好险队伍没有很强 不一会儿排在最后的社长也收到了讯息 所以直接开始带队往回走 回程的路气氛更紧张了 我一直觉得 安出有什么东西注视着我们 一直回到熟悉的路径上 看到青年活动中心门口的大树 心才稍稍安定了下来 刚刚的景点太诡异了 所以大家都聚在大厅 公关长甚至哭了 几个女生围着公关长安慰他 其他人也都面色凝重 没有什么交谈 你们刚刚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副社长问大家 他啊胖胖的 平常很搞笑 很少看到他有这么严肃的表情 我刚刚一直听到远处有人在笑 副社长说完 气氛更凝重了 因为社长刚刚跟桂杰确认过 今天晚上只有我们一组客人而已 而员工大部分是白天来这里帮忙的住民 晚上也都回去了 也就是说这附近除了值班的三个员工和我们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人 社长召集所有人到男生的同步房 公关长已经哭到不行 活动负责人面色凝重 但在旁边 社长接着宣布也有必须取消 然后大家可以先洗澡 早点休息 还特别惊认大家绝对不可以落单 不管去哪里都要两个人一上行动 而且要向其他人报备 一定要确实掌握所有人的行踪 活动负责人说 刚刚他一路上也一直听到有人闲流的声音 不过忽远忽近 所以他不以为一 但刚刚在停车场那里 他注意到那根本不是地图上的停车场 公厕看起来非常老旧破败 根本不像是现代的水泥建筑 然后公管长 愁愁愿意愿地说 他刚刚经过停车场 听到有一个女生的声音 在他一边说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替同学说 隔天的夜游 当然就取消了 但事情的结局过了太久 大家都记不清了 好像也没有再发生其他事情 应该是大家下山之后 又约着到庙里求了护身符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的通知哦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